不過說娛樂新聞也要找你講 你現在變成了主角 講回這件事 我幾宗一宗ATV一宗魏震 我覺得我也要作幾句wine up 我wine up一下魏震 魏震一周刊又做了一個很詳細的訪問 當然大家都知道傳媒會怎樣 因為她有說我有什麼資格說她的女朋友 我又問她爸爸 她說她爸爸可以說她有誰 這個當然不是真的 因為這麼大的兒子出來 爸爸也不知道你混過什麼女 而我這樣說那一刻 我首先講了我的原則 今天大部份都不作回應 有幾個罪問 當然了 她們希望你繼續說下去 你明白嗎 尤其是和白小姐那裏 我解釋 其實第一 講魏震這件事 是在節目裡面說的 首先在節目 但我做節目從來都是這樣的 然後就給我們報紙CAP 我們在節目講的事情 我們講節目的事情 就是什麼都可以用來開玩笑 不會給臉 但是對於魏震的那個人 我是有所期待的 其實她寫的東西是想到有天分 是的 問題就是如果對她沒有期待 根本就不會說我的話 是的 我從來沒有批評到她去 那天其實你聽分 那天我們說的話都說 那些聰明的人通常都很認識 哈哈哈哈 可能要講清楚 其實不是她好不好吃的問題 而是她浪費了自己的青春和才華 我覺得非常可惜的 這個就是她 國人家虐殺我以毒連財 但是anyway 去到這裏 我就說 好吧 但是有幾個東西值得反思的 第一 就是何以搞得這麼嚴重呢 就是作為一個social phenomenon 去解釋 其實這件事是很小事 就是一個沒有結婚的男人 在一個蘭桂坊和另一個女人接吻 是不是這麼嚴重呢 就是這樣 始終跟陳冠希的任兆事件 是相差很遠的 是嗎 是 那個情況完全都 如果你想想 其實是一個很簡單的事情 就是沒有涉及到結婚的問題 是 甚至可能第三者這件事 你都不是說得那麼絕對 是吧 只不過有一個男人 他有一個很親密的女友 他在外面也認識到其他女性朋友 是 那你跟著 除了接吻之外 還有其他事情 好像這幾天陸續陸續 但證據又不太清楚 還有一件事 我覺得除了危陣之外 亦都影響到那位張某 這位女同學 在大學旁邊的生活 是吧 是 很不幸 我亦都是校友 你發覺保安嚴密了很多 我覺得實在不必要 這件事 為何這件事搞得那麼大風雨呢 第一就是 其實 只可以這樣說 是很多人不妥偽 他自己要這樣想 但是我自己有一個疑問 就是 譬如說 你說一個當紅的明星 又或者一個在娛樂圈很久的演員 他做到一個這樣的效果 我都不出奇 但是偽真 你看看他沒有怎樣做過戲 好像做過一兩部 雜誌又搞了一本 但其實近年的曝光相對少了 是的 你再說到周慧敏 他近年也有出過show 但事實上 比起其他明星的曝光率 都是低很多 那你怎麼解釋 突然間一對這樣的男女關係 會釀成一個這樣的社會效果 是的 所以我都覺得非常奇怪 就是這個 但會不會一樣 其實要跟整體社會氣氛 和娛樂新聞本身的性質去看 其實娛樂新聞不是說 你說那個人本身在社會上 那個曝光率夠不夠 而這個內容本身 是不是間接反映到 我們自己某一些焦慮和投射 很簡單說一件事 其實偽真的問題 她認識了大陸開口下來的女生 她無論學術的水平 又以至到她的身材 都挺優勝的 這個會不會刺激到 某些港女的潛在那種焦慮 就是說 有一個身邊的男朋友或老公 很容易被這些 這是有一部份的原因 我總結下來 有一連串的理由 其中包括了 第一就是 背景來說 很多傳媒不妥偽陣 就是這樣 但是很多人都不妥偽陣 我知道 但是我已經不會再 不是 她是去到怎樣說 她跟很多人在打誹謗官司 是啊 這個相當多 我記憶都有一兩棟 有幾好幾棟 但是 第二就是 有些人妒忌 有些部分 因為她的女朋友 這麼漂亮 這個也是事實 這個是事實 就是 劉錫明那件事 中落了一個惡因 當時 人們覺得她是年輕人 現在就覺得她做事很過分 但是 我要說回劉錫明 其實 是否真的會影響到 劉錫明的情侶這麼嚴重 我當時也見過那封信 所謂 《顧客上教》那封信 你說如果一個演員 或者一個名聲 他實力足夠的話 他不應該受到 這種誹謗 但是他們覺得 劉錫明很慘 當然 他要做一個紅的歌聲 還是很困難 不容易 本身的條件 首先要說 總結了三點 其實就是 是否足以解釋到 一個這麼廣闊 不是 第四點就是 這個是個小妹 21歲 比較年輕 相對上年輕 相對她來說是年輕 這是大學生 對人的感覺也是很差很遠 如果計算年齡 理論上 他可以做他的女兒 理論上 當然容貌方面 面貌就不是這樣 但是 純粹講年齡 這樣計算 繼續這樣計算 就會做到他的 會員 甚至周慧敏的女兒 都足夠 是啊 周慧敏也相對她出 相對她出 如果是早結婚的話 但是 就算是這樣 我覺得 就是 用一些戰男 什麼世紀戰男 我覺得 事實上 我覺得對魏震是不公道 但是問題 就是我為什麼覺得 這麼嚴重呢 就是 周慧幫魏震說這些話 都被人插到文匹發散 周慧有利益衝突 這件事 他亦都說出來自己 但是周慧說話 數來都是這樣 這麼有生弊的 所以覺得他被人插不出奇 但是 其實我自己和蕭先生的看法 有一點不同 你固然 因為你認識他 或者你覺得他本人的潛質很大 但是作為朋友 可以給了這個 我可以說是中告 但是作為一個媒體 以我自己作為編輯 即是以前作為編輯 或者作為記者 我覺得這宗新聞是爆大了的 是反映到我們社會的問題 不是反映危陣的問題 當然 這些永遠是因為社會需要這樣 但是何以這麼多新聞 這宗會爆大呢 這個都要有解釋 那你很簡單 最近沒什麼新聞 除了阿氏的新聞之外 不是說你可以爆大就爆大 簡直是鋪天蓋地 他有足夠的份量 是呀 為什麼有什麼可以做成這樣呢 就是這樣 在搜尋引擎是一直贏的 不止的 大陸也是 這個令我更加驚奇 因為你講危陣 他在香港也有一點知名度 但是抵押大陸